最新的F1S 跳兩隻 上下半車 插銷底座 黑悟空 桃紅 頭雕非常的還原以外 做工方面 沒有讓人家 太失望 耳環的塗裝相當的鮮豔 然後手的部分其實有用心到 可以看他有做出手指上的一些掌紋 痕跡 然後另外一隻手 戒指 做的也是非常的 算用心 下半身的部分 就算中規中矩 塗裝並沒有太多讓人家驚豔的地方 整體的塗裝來講因為 桃紅黑悟空是呈現 這種暗色系 可能表現方式也比較難表現出來但是 不得不說 上半身灰色的 這部分 立體感 跟漸層感是有做出來的 這部分 膠帶的部分剛好就是點綴了所有暗色系中唯一一點 亮色的地方 再來就是 黑悟空桃紅的頭雕 非常的 鮮豔 桃色做的相當的不錯 眼部的表情是 夠鞋惡 為了要呈現 它的動態動作 插銷是做在其中一隻的 鞋子底下 這樣讓它更容易固定 鞋子的塗裝真的就是 相當的 平反 加上地台高度約 20公分 這是Devick的評價 6顆星 5顆星 頭雕表現得相當的優異 至於其他的部分 就算 非常的中規中矩 也沒有太多的瑕疵 但 就沒有太多 讓人家 非常 驚訝 或是有嚇到的感覺 至於小細節的部分 基本上 基本上全部都有做出來 尤其是戒指跟耳環 刻畫得相當的不錯 整體 算大隻也算蠻有分量的 動作的姿勢也相當的不錯 我相信如果喜歡 黑悟空桃紅的 是一定會入手這一隻 但是 這隻 其實真的還不差 但是 可能 特蘭克斯那一隻 做得太好 然後顯示看到這一隻就 感覺就 沒有太多 非常驚訝的樣子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人&peace 掰掰